大家午安,大家好 跟各位報告一下 根據統計 亞洲地區 我們講十五歲以上 就是從事運動的人口 好哦 他有一個順序的名次哦 不愛運動的 第一名是哪裡呢 第二名是誰呢 台灣的 全包 怎麼會吹人 好 所以會覺得就是說 因為比較不愛運動 那麼你會發覺 我們台灣很多小朋友 就開始越來越胖了 那胖了之後 其實會身經的健康 成長都不好 那這個也就是說 每年的醫療支出的費用 也相當的驚人哦 所以呢 有時候運動 其實可以 這樣就是 人就是有作性啦 但是呢 有時候的確是太忙 時間上沒有辦法 那今天呢 我們其實要告訴大家 現代人其實必須要去做了一些課題 把自己身體照顧好 你就是要動 那節目當中 建議要教大家 怎麼樣簡單的動 每天都可以動 達成每天運動的目標 好的 首先歡迎這幾位特別來賓 我也很好奇 他們真的都很愛動嗎 還是不愛動 不是非常年輕 首先介紹的這位是夏芋桃 哈囉,鳳姐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芋桃 另外這位呢 是謝潔玲 鳳姐好 大家好,我是潔玲 好,潔玲 另外一位呢 好漂亮 像混血一樣 Ruby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Ruby 好 另外這位輪廓也是相當的神 可以來演我女的 謝謝老師 老師,鳳姐,大家好 好 那今天要來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運動 是Sandy老師 Sandy老師好 大家好,我是Sandy老師 老師 每天都要運動 對,甜甜 對,因為也是你的工作 然後當時老師做得很棒 他說 雖然是我的工作 可是我很愛我的工作 我很愛運動 對 太好了 好好哦 好,那我問一下各位 平時有在做運動嗎 會在什麼時間做運動 請問你們多久做一次 如果最近變胖的話 可能可以在健身房 一個月都可以看到我 但是就是因為變胖 然後被經濟人施壓的 壓力下去運動 那如果是發自內心去的話 可能就是大概 坦白講 你還算不錯 是嗎 一個禮拜七、兩天 對 在藝人裡面應該算還不錯 不錯 所以你身形保持得滿好 對啊 對啊,很瘦 這樣好好自卑哦 其他自卑的人來瘦一下 我們當然也是都想要 每天運動 沒有,因為剛剛過完年了 還在有一點怠惰的狀況 對 因為為什麼要... 就是年假過完 然後又二、二、八 然後現在就... 這個字子 怎麼會有那麼好 你怕他運氣很瘦 還好 所以還沒有開始 好,那你... 那到底什麼時候 假可以放過了 然後你就開始 你差不多了 最近已經差不多要開始了 對 每次都覺得快差不多了 對 然後推往後 那你呢 我應該... 應該上一次運動好像是 我直接已經忘記了 然後過年前在前 然後從跨年那一刻開始 就沒有在運動了 要哦 那你以前會運動 會,就是因為在... 就是去年的時候 有一陣子突然發胖 然後就是有很認真在運動 但是從去年聖誕節 然後跨年 過年 又來了 你們都彈氣了 你們都彈氣了 對 講講就好丟臉哦 好,然後阿比呢 我們也是會想要告訴自己 每天一定要持之以恆的運動 但是這就是告訴自己的 一般話語而已 對 就是體力的話語 通常就是一個禮拜會抽出時間 來好好的動一下 這個... 老師,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拒絕運動的原因 大概有這幾個 但是其實我們來看 其實很多... 就是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 對不對 好,就是第一 沒時間運動 第一個,沒有時間運動 但是其實大家都有時間聊天 吃飯、消茶 對,有時間聊天 可是聊天的地方 場地不一定適合運動 對啊 而且有時候我決定要去運動 可是外面就下雨 對 老婆先去運動 他就下雨 他又不行 我才剛穿那外套 他就下雨 只會有去吃飯 對啊 對,所以請 我們現在就有很多的小工具 就是會讓你沒有下雨 不能出去運動的藉口 所以待會兒我們就會帶你做 對,他都沒時間運動 再來就是說工作太累 真的哦 真的很累,老師 就是玩家就想睡覺了 真的哦 有時候自然一天會覺得 根本就是已經在運動了 就覺得... 對啊 我們不要懷疑說 大家工作的是不是真的很累 但是事實上 運動可以幫助你 就是讓你的 事實上你的工作效率會提升 也許你的工作時間 就不用做那麼久 老師說得沒錯 我那時候在拍 世間錄 還是拍夜市人生的時候 我跟張成光 他都會揪我去走動 去運動、流汗 我跟你講 雖然是有一點累了 拍戲很累 可是我們白天都會去動一動 然後再進棚 你會覺得反而很輕鬆 身體、腿都是輕的 對 就是不會說到 你動完之後很累耶 對 好,還有就是懶得運動 還有就是懶得運動 身體不堪運動 這個是指 例如說有些人可能 他有心臟疾病 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 但像這樣子的人 其實我們就會建議他 去爭取醫生的一些 就是爭取醫生 然後選擇就是適合的運動 因為其實運動 有很多種類可以選擇 但是不要因為 你可能有這樣子的疾病 然後所以你就認為 所有的運動都不適合 事實上 其實很多時候運動 反而可以幫助你 就是譬如說改善你的... 對,增進你的心血管的功能等等 反而可以讓你的疾病 就是得到一點緩解等等 懶得運動跟身體不堪運動 一個是心理上 一個是心理上 應該很明顯 對 對 好,心理上跟身體上 對 然後沒有興趣 但例如就像剛剛美鳳姐 介紹我的工作 其實你就是想辦法 在你有興趣的運動裡面 就是讓你的娛樂跟運動 結合在一起 就不會有這個 沒有興趣的問題了 也就是說 我們派系雖然很累 演藝圈有時候光那麼強 有時候那個時間又很長 有時候... 但是就是因為滿喜歡的 這種都還可以樂在其中 老師一樣 也覺得運動是你喜歡的 你會當作是工作 都好啊 對 我個人會覺得說 有時候在室內騎腳踏車 會很無聊 我就出去就覺得好開心哦 就可以騎久一點 好,當然那個腳踏車 是要沿路看風景 如果我們真的在家裡 有時候不想出去 我們看電視 我們也一樣可以做一些運動 所以有面都很簡單 然後在家裡就可以做了 一些運動的方法 我們就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就是空空跳繩 空空跳繩 這有點像跳繩 就是跳繩 對,就是跳繩 沒有錯 我從小跳到... 跳到很久沒跳 但小時候跳過他是... 在場有協調性不好的人嗎 舉手就好了 可是等一下,老師 他是有一條線耶 對,所以他就是叫作... 可是他沒有線 沒有線的跳繩 空中跳繩 空中跳繩 跳起來是一樣的感覺 因為像美鳳姐說 他從小跳到大 所以他可能就在跳繩上面 協調性很好 所以沒有什麼困難 這有協調性的問題嗎 但是其實有哦 班上一定有很多男同學 不跳跳繩 因為男生很多協調性不好 可是這個沒有那個線 要從... 不用從底下 那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吧 對啊 對,所以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而且這個在家裡也不用 因為客廳太低 對,會打到燈 這個... 在家裡 對,現在的人家裡面很多東西 對啊 所以其實跳繩還是不太容易 但是如果空中跳繩 你看,我只要這樣 很輕鬆 好像很輕鬆耶 會打到桌椅碗盤 就好像有線這樣握 好容易的感覺,老師 然後也不會半倒 真的 也滿聰明的 然後我可以這樣 這樣不用 對於有一些年紀大的人來講 但是跳繩 基本上比較是偏心 所以我還是希望... 我們還是會希望你 就是利用跳繩 這個空中跳繩 然後來帶動你的心肺的訓練 然後呢 只要你可以持續十五分鐘 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你就可以達到脂肪的消耗 真的嗎 二十分鐘 所以想要減重 想要降低你的體脂肪的人 就是... 這是一個很好 太厲害了 要讓你來試試看 真的好Q彈的 好 而且它好重量 所以它就不會不會覺得... 所以直接跳嗎 對 這樣 高可樂 對 感覺真的很像跳繩 因為它球球是有那個重量的 對 所以你會有一個失力點 那這樣是不是也可以雙人一起... 可以 可以,快點 一起,快點 我們一起頂 你爽個彎 快點 好,一、二、三 來 來,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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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二、一、二、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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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腳 左腳 右腳 右腳 左、左 右 左、左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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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來,一、二、三 為什麼我一跳 太堅持了 除了這個特神 在室內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它很方便 對 然後鼓勵大家要動 有一個東西帶動你就會動 那還有別的方法嗎 另外的話 剛剛那個比較是偏 就是 所以就是可以染指 然後但是其實很多女生 其實是很想要雕塑線條的 那你在家裡面的話 其實如果你可以有一個 這個叫腰拜鈴 然後你可以雕塑你的手臂 所以你看我的手臂 沒有接觸 所以其實線條 很多女生就會很介意 自己的手臂 會很瘦瘦的 可是好像脂肪很高 你媽,新娘好重 你不要穿外套 對啊 你不要穿外套 你不要穿外套 我還穿長一點 包緊緊 對,所以我們就是要包緊緊 但是脫掉的時候 來,你看 雞啊 這樣 OK,所以其實這個搖擺鈴 它就可以讓你 來雕塑你的手臂線條 說好 然後又長得很漂亮 一個白色的這樣 也很流線性 然後它就是用一個 所以其實只要小幅度的 然後前後的搖晃 那前後還有可以放到... 有人說可以放後面 或放哪裡嗎 對,就是例如說女生 白白秀在這裡 三頭 我們叫它公三頭肌 所以你把它拿高 放在後面 然後就是這樣上下 對 若宇,你來試試看好了 我 這樣,就好了 簡單 簡單的 你的手靠近身體的話 就比較輕鬆 拿眼的話 身甲力氣 手就稍微淚一些 比較遠 比較... 比較累 對 好,我怎麼一個晃 因為整個都會擺動 所以如果你可以出去 會 而且是前... 我覺得前面這邊有點痠 拿高一點點的話 然後可以感覺到 你的公二頭肌 不一直不動 還有肩膀 真的耶 對 好痠哦 只要小小的就好了 而且老師的手 有稍微彎一點點 這樣 對 對 你看它 你的手關節手肘微彎 就要完全達直 這樣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對,這樣也比較好 是不是 對 這樣子 好的 要做個六分鐘 好,太久了 你會感覺到手肘 都會軟回來 六分鐘 六分鐘 還有另外一個器材 這個叫做T-Co 附近機 就放在腿上哦 對 就放在腿上 然後呢 它其實是一個可以組裝的 所以中間這裡可以拆下來 所以其實放在家 不佔太大的空間 其實這樣 不要拆下來 這樣放也不會太在空間 其實也小小的 對,然後手臂 這樣子反抓著 然後呢 不要利用手... 不用用手抓 是用你的腹部往下 然後盡量壓到... 這個縮縮的這裡 到底 好厲害哦 感覺好痠哦 老師的肌肉衝出來了 我已經看到了 像這樣 老師,一樣可以看到 人家要手飛耶 不會 這個就用手飛 手臂其實只是抓握 握緊而已 然後但是你完全 只有用腹部 你的腹直肌收縮 好像那種... 肚皮膚也這樣子 收縮 像我們很多 常常一般的女生做仰臥起座 但是其實事實上 其實沒有真的做到腹直肌的收縮 我都只是背在那裡上下 背就在那裡上下 覺得累但是又沒有練到 所以也覺得好像做仰臥起座 不太有效果 對 這個復健肌其實... 因為你就是完全... 就是握緊 那你要讓它這邊壓下來 就是你一定要用腹部的力量 往下壓 所以其實效果就會更好 像Ruby這樣很散流 也是很散流 他剛剛很難 很瘦 你要不要摸到全身的力量 他其實可以調整阻力 裡面有三條繩子 一條是二十五磅 所以女生你可以從一條開始 好啊 這樣 天啊,這樣的對照組好明顯哦 這樣子是... 老師,我來囉 好 三 對,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裡 有沒有,收縮 然後放鬆 收縮、放鬆 所以它頭 然後吐氣 你有在呼吸嗎 有,在那邊 有在那邊 有在呼吸嗎 有在呼吸嗎 又超好 真的都是看它 你看它這個衣服這邊 對 其實還好耶 這個重力好像可以再加多 對,你看 很有信心 好,那除了複直肌之外 除了這個比較算是 你的馬甲線之外 我們可以訓練你的人魚線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T扣 放到你的大腿的旁邊外側 這裡 對,但是是變成相反的 反過來 然後所以坐在你的大腿的外側 稍微墊著 可以... 對,這樣就可以... 好 然後身體轉三十度就好 這樣子 對,轉三十度 老師,一樣與肩同寬嗎 收肘 就是這樣固定就好 對,OK 然後一樣往下 這樣 完全失利的地方不一樣 可以知道你的腹斜肌 這邊就是比較外側 而且這邊平常感覺好少使用到 所以會比較短 左右都可以 如果像它這樣椅子有一點斜的話 就比較累了 其實也不會說比較累 應該是說不一樣的肌群 對於女生來講 可能不想要練六塊、八塊 可是可能會有... 想要旁邊兩條線有沒有 對 就是利用這個動作 就可以練外側這裡 有 剛剛好明顯這邊的力量 所以練了右側 待會兒記得練左側 那這邊有線 一邊沒有線哦 那一邊有線 謝謝老師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你常常見身院的 它是不是要用給它強一點 因為它很難 試試看 它裡面有好多機關 所以它裡面有三條線 所以一條是二十五磅 二十五磅 它會比較強的 二十五磅大概是十五... 十一公斤 對,十一公斤 所以這兩條這樣 試試看 準備囉 好 好,開始數了 一百了 一 有了 他可以用力 二 好難哦 三 四 我熱了 你開始在動了 還要九十五下 有嗎 有 我那時候上廁所 對,那廁所比較重 要做正確的動作相當容易 因為有一個工具輔助 對 比你徒手 然後坐著 然後坐養溫琴坐 躺著坐養溫 是真的耶 有高到重一點 我... 我又比他男生 他完全兩回事耶 謝謝 美鳳姐,想要一個了嗎 我跟你講,我們這樣 各位一起 我們來做一段有氧的操 好不好 好 有氧操溫琴老師,帶動一下 好啊 好 OK,同學們 我們要開始運動囉 好 所以一開始我們先熱身 好,給看 好,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大家一起來熱身哦 來,準備 任何運動都要稍微熱身 才不會在你運動的傷害 好 你們都好厲害耶 這都挺好的耶 五、四、三 教室跟手畫園 我們也可以慢慢坐 沒關係 年輕人最寬一點 好 拿你的胸口稍微往旁邊轉 往斜上延伸拉長 然後記得保持呼吸 雙腳打開 往下蹲 對 老師,這個是練大腿的力量嗎 對,但是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利用這樣的動作 來讓你的肌肉是溫度升高 待會兒在做其他運動的時候 比較不會受傷 對 溫度升高 對,暖身 現在把你的空中跳繩拿起來了 好的 這個呢 也不占地方 在家裡又可以用 小時候都有跳繩過吧 要 OK 所以你可以往前 往前擺動 或者是往後擺動也可以 也可以 往後、往前、右腳 都可以了 換腳、左腳 右腳 左腳,對 再兩次 再一次 我們要跑步囉 右、左、伸動 右、左、右、左、右 對 每個都是跳繩高手 你可以跟人家說 我跳繩練了三十年了 你們還不到三十歲 OK,右腳 覺得跳繩是一個 相當容易的運動對不對 這是有氧會喘的哦 超喘的 對 OK,踏步 踏步 OK,我們換下一個器材 這是搖霸鈴 這是搖霸鈴 所以雙手握著在前面 然後一點四十五度 好像你要喝飲料一樣 然後前後的小幅度的擺動 頭一直點 可是進來一點好了 OK 加油 好,現在... 現在身體轉正 好,看完 右腳 對,右腳 換腳 所以除了訓練你的上手背 也可以訓練你的下肢 直接手腳靈活變幼 一人不理他 他也偷偷一直抖啊 所以手要慢高 腳要越來越低囉 你全身都運動不到耶 好髒哦 再四個就好 四 三 弄我一下不錯耶 加油 OK 右腳 左腳 讓你休息一下 右腳 左腳 OK 三、四、三、二 好 現在拿高我慢動作 一、二、三、二、三 然後放到你的後頭 放到後腦的手後面 對,然後上下 上下 肚子要收哦 這樣還能點頭啊 這樣還能點頭 點頭 然後... 快點 好 我就... 好,可以 好 我覺得真的愛美的女生 男生也一樣 我們就是要活動 要動 要動才真的哦 你這樣自己健康 然後就更有自信 然後呢 人生就非常的開心 感覺氣勒 但是很不錯 我們在家裡看電視之後 就可以做這樣的運動 好不好 今天真的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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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這麼簡單可以跳繩耶